十大封号武帝之一 绝世古飞扬在天荡山脉宇宙 于十五年后转世重生 化为天水国公子李明霄 开启了一场与当世无数天才相争风的逆天之日至尊 端木仓也是心中一阵 之前凶兆的战谱还萦绕心间 不曾散去 无论如何 先将这只施力之王解决了吧 谁愿意和妾身一起出手 人多手杂 五人左右最为合适 木征道 这东西老夫有兴趣 算我一个吧 其余之人都沉默起来 虽说同传同度 但也不愿平白出力做那危险之事 端木仓道 云绍可有兴趣 李云霄摇头道 当然没了 端木仓眼中似乎露出苦笑之色来 想不到对方这么直白 他只好望向北明远海说道 远海大人 你身为北明玄公的肃老 此时此地当有责任和义务 担当大任的 北明远海淡然地说道 老夫刚才出手耗费极大 让方使去吧 以他的能力必能相帮苍大人 方使战枪一收 身姿飒爽地走上前来 一股阴气逼人 端木仓点头道 再来两位朋友相助吧 一脸喊了几声 都无人印 端木仓的眼中闪过怒意 冷冷地说道 妾身身为女子 都知道什么是道之所在 虽万千人无王矣 诸位都是堂堂男儿 竟然无人敢迎战 若是如此 那妾身也只求自保便可 这失离之王就让他去 以妾身的手段 活着离开 还是有几分把握的 太叔协听道 老夫有个建议 不如此刻皆以苍大人为首 任何人都必须 接受苍大人的调遣 方有如此才能共渡难关 这话一出 众人便开始细声议论起来 意见不一 北明远海道 苍大人神机妙算 又阻止多谋 又能够公平处事 老夫赞同此点 他一赞同 顿时大骗的人 也表示无意见 李云霄也轻轻点头 这种局面下 没有一个核心领导出来 完全就是一盘散沙 之前轻易就被失离 击杀小半人 便是活活的例子 还有几名强者眉头皱起 虽然心有不愿 但大势所向 也就不便吭声 端木仓美目闪动 见无人反对 便说道 既然大家愿意推举妾身为首 那妾身便暂待此职 若有人不服调遣 那就请自行离开 北民员还道 老夫远听调遣 那些心中略有不服之人文言 脸色微变 也就没什么抵触情绪了 端木仓一眼望了下去 随手指向了一名 满脸落腮糊的男子说道 这位应该是 燕南城之主 杜宇成大人吧 四周惊起了不小的喧哗 都是露出了金色 杜宇成面无表情 只是往前走出了 树部说道 在下愿意听从 苍大人的调遣 端木仓道 那就有劳了 他目光一转 落在一名富泰的老者身上 这位朋友应该就是 最近声名雀起的 毕浩荡大人吧 这个更是哗然极大 毕浩荡最近凶名远播 整个北域几乎无人不知 毕浩荡黑黑一笑 抱在身前的双手 放了下来说道 老夫也乐意 听苍大人的调遣 端木仓道 如此便够了 就由我们五人去围剿 那失离之王 远海大人 云绍 你二人则负责略阵便好 两人都是眉头一皱 显然对江他们二人 派在一起有些不适 李云霄道 行 苍大人放心 北民远海也是哼了一下 并未多说 端木仓道 如此当可万无一失 我们上吧 他当先身影一闪 便出现在百米开外 那磨盘大小 失离的上空 宁木往下望去 随后便双指一掐 直接凌空点下 一道指芒射落 星火点点 一直都静止不动的 失离之王 突然身体一下恍惚 便只留下残影 消失在原地 空中一道枪芒划过 击射石杖 点向空中 以恍惚之处 砰 那处空间爆开 寒气四射 却不见了失离的身影 这东西还挺会躲的 老夫有件小玩意儿 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木睁一笑 手中白光一闪 一柄短笔飞刀悬了出来 他单手飞速瞎绝 往上面一点 喝道 去 那飞刀转了几圈 便一个机舍 朝一处空间斩去 嘶 那处空间一下恍惚 失离之王的身影 浮现出来 驳斥一震 便一股静气扇了过去 将飞刀震开 随后身体一下子 变得模糊起来 再次消失在原地 那飞刀被震飞后 在空中绕了一圈 却古怪地朝着另外一处空间劈去 噔 一道灵压震开 那飞刀锁展之处 失离之王的身体 顿时显现出来 身上甲壳上挨了一下 并无大碍 端木仓喜道 这道神庙 竟然自动追踪攻击 木征得意地大笑起来 可惜啊 攻击太弱 不过追踪之术无双 加上本身的材质异常坚硬 砖破隐匿之术 如此就够了 杜宇成身影一闪 直接一拳轰了出去 方向正是飞刀锁展之处 全静之下 四周空间被挤压成片 往那节点叠去 一股力量爆开 失离之王飞了出来 双翅震得厉害 似乎被惹怒了 直接冲向了杜宇成 杜宇成并不慌乱 双手不断掐绝 凝成了一方圆形的印记 上面浮现出血色点点 猛的一印而下 砰 那印诀直接轰在了失离身上 将他的冲击一组 却没能完全拦下 失离之王从爆炸中冲了出来 杜宇成脸色一变 双指并拢掐绝 一道剑光从虚空中射出 斩了上去 失离之王口中吐出一道黑光 将剑气轰灭 似乎认定了杜宇成一般 紧追不放 杜宇成面色一沉 脚下轻光闪动 一下子化出无数残影 分不清真神 方使战枪一扫 一道冰痕划过长空 瞬间点在失离之王的身上 啪 枪间锁点之处 凝出了一块冰筋 一下子将失离之王的小半身给冻住 随后一道红芒凌空落下 竟是一块四方砖头 上面金光闪闪 并且不断有符纹涌动 砖头猛地砸在失离之王的头上 整个空间巨震 一股恐怖的力量散开 不好 空中浮现出了碧浩荡的身影 他凌空一抓 便将砖头握住 急速地向后退去 口中集合道 这东西要自爆了 哄 刚说完 失离之王身上黑光一闪 疏然爆开 一股冲击之力向四面八方而出 五人都是一惊之下急忙闪开 这股冲力比预想的差了不少 但令人骇然的是 一爆之下 竟然炸出千千万万个小失离 铺天盖地地往人群当中冲去 众人大害纷纷警惕地后退 空中一道人影闪动 李云霄一步跨出 身上燃起熊熊烈火 在刚风之力的吹荡下 形成了一道火焰龙卷 往成片的失离身上卷起 噼里啪啦 大片的失离在这火焰之下爆开 这些东西本来就被火所克 更何况是石阶神火 还有太古刚风的烈性 几乎处之即死 那些失离也不是蠢物 当即发现情况不对 飞速地往后退去 李云霄目光一沉 双手挥掌往前推去 那龙卷之宴急速追着失离群烧 将那成千上万的失离 直接逼入大殿的角落 无可顿逃 木征急忙叫道 别都烧死了 哼 李云霄想到那妙法陵墓 冷横一下便将火势一收 突然他猛的瞳孔一缩 一股恐怖的力量 在自己操控的龙卷之下爆开 瞬间六道极为灵力的剑气 击射出来 那剑气之强 快若闪电恐怖如斯 李云霄双眸中毅力浮现 猛地一扭转空间 身体以极为古怪的姿势 折下避开了一箭 另外五人也是脸色大变 急忙施展神通 各自迎击 李云霄骇然望去 那火焰烧尽之下 缓缓地露出了一道漆黑的人影 而那些未死的狮狮 则是纷纷飞向一处 顷刻间再次化成狮狮之王 只不过气息弱了态度 狮狮之王一下飞落 静静地呆在那道人影的脚下 似乎显得十分乖巧 端木苍惊道 玄武新宫之主 那人不回答 火焰渐渐消失 那人的相貌也显露出来 全身溃烂不已 竟也是一具腐尸 只不过 他明显与之前的腐尸不同 那双清澈的眼眸中 古井无波 显然有极高的灵质 狮狮之王口中 不断发出吱吱声 不知是在倾诉什么 但显得异常兴奋 在腐尸脚下来回走动 那腐尸眼中的光芒 转动了一下 虽然目光清澈 但似乎长久不见人 显得有些呆滞 一股沉闷的声音 悠悠地从他口中传了出来 多少年了 端木仓正色道 若阁下是玄武新宫之主 那已经过去十万年了 十万年 那腐尸脸上尽是烂肉 看不出任何表情 只有一双眼睛 才能透露出少许情绪 你们来做什么 腐尸的眼眸转动 在每一个人身上扫过 被他看见之人 都是冷不住打了一个冷颤 端木仓道 天机运转 玄武新宫 重现两界山内 我们十分好奇 所以特来查探 腐尸的眼中 似乎有些吃惊 拖着沉沉的声音说道 玄武新宫 重现两界山内 这里不是虚无空间 而是天舞界 他那古井无波的眼神中 开始荡漾出涟漪 显露出内心情绪的 极度波动 感谢观看